第五集 在水站那儿 周炳坤遇到了乔春艳 春艳排在她的前边 为了和炳坤说会儿话 她就退出了队列 移到了炳坤的身后 你妈也给我家送鸡蛋了 那你家谁病了 我爸和我妈 因为我二姐吵架了 我二姐连队 有一个上海之亲 探家路过咱们市 带着我二姐的信 到我们家来了 她一走 我爸我妈就开始唠叨 唠叨了几句就吵起来了 我妈气得再看上 躺了大半天 绝食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炳坤听的是云山雾照 他并不关心 春艳的爸妈 究竟为什么吵架 只是很心疼 自己家的鸡蛋 连春艳家那种破事 都带着鸡蛋去慰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